連處分都超前部署 我不曉得中平會這個決議 是有效期是5年10年 還是1年2年 是到他們這一任的任期結束 因為中平委也只有2年 他的處分可以延續到下一任嗎 是委員到第10屆的屆期裡面的處分都有效 還是如果第11任繼續當委員 終身都有效 這個是這樣的處分 如果是在立法院的每一天都有效的話 這個也是破天荒 這個是我們就只能夠說笑笑 每一個委員都有自己的專業 我們的專業 我想在司法和法治上 其實不是我們的強項 人民付託給委員 我們對於監督政府 其實要依據我們的專業 然後去進行監督 那我必須要承認 他們剝奪了我們對於我們擅長的 關注的專業的領域 然後讓我們到這個被打入冷宮 應該是這麼說 他處分的不是委員問政的權利 他處分的是 我覺得他處分的是人民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現在執政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經不起檢驗 那當有人提出證據或有人提出檢驗的一個要求的時候 他就第一個抹黑 不然就查他水表 不然就找個理由把他打入冷宮 民進黨就是為了自己的少數人的利益 拿公眾的利益去做一種犧牲 我覺得這最終 民進黨要為蔡英文的執政付出很慘痛的代價 民進黨用側翼去打潘中正老師 實在是沒有道理 為什麼 潘中正老師當時國小當老師的時候 他是參加台灣教師聯盟 我們講就是所謂台灣議事 主張台灣獨立的老師 他曾經還當過民進黨的黨代表 他的律是沒有人可以質疑的 這些側翼的律都還沒有他的律 所以現在是假律打真律 假律打真律 這些側翼其實都是假律 但不是真律 像潘老師這種才是真正的綠色環保 才是真正原來民進黨的理想的精神 可是這些都被假的打壓了 牽涉到這樣子有抉擇的時候 因為過去比較簡單就罵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是開發主義 後來發現說 其實民進黨其實是差不多差不多 這個時候就有良心的問題了 先前的時候因為國民黨 就是說應該是民進黨的側翼 把他打回 就是說背後有國民黨在那邊側動 或者是這是國民黨要的 問題是說如果這個是對的事情 社運的事情 環境的事情 如果國民黨願意的話 那不是很好嗎 所以他們邏輯上就會開始出現問題 如果今天是那些我們一起認識的 你知道是部會首長那些或終身帶來 他大致上還不太敢這個樣子 去你說抹籃都已經有一點點過分了 還抹紅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也讓那些 有點是氣不過 坦白說 所以說這些小編都搞不清狀況 緊張大 pace 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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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hai水晶 成縣 碰到 你